欢迎来到一个探索科技跟未来的频道 我是保罗纽顿 中美之间的较劲呢 已经从贸易战进入到了科技战 而且科技战最新的战场在太空当中 我们在前几次呢 已经提过了星链计划 也就是卫星科技战的布局的改变 另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太空战的优势 而太空战呢 很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年之间 造成整个太空势力的逆转 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 中美科技战打上太空 新的太空战要来了 首先呢 我们要谈一谈战略思考的变迁 其实人类的战略思维呢 是跟着最快的兵器的速度来改变的 怎么说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呢 人类的战略思考都是停在 陆拳跟海拳之间的争霸 海拳呢 就是依靠了航海的技术 就如同在历史上 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跟英国 这些大航海的时代呢 他们结合了贸易 包括了西班牙 无敌舰队 以及荷兰的皇家海军 配合着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霸权 遍布了世界很多的角落 而英国的海上的霸权 甚至到后来连日本都加入了这个行列 海拳呢 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思维 在19世纪末1890年 著名的美国战略学家马汉 提出了他的《海权论四部曲》 他分析了1660年到1783年的世界历史理念 在世界级的军事战争中 任何的陆军呢 都很难抵挡来自海军的影响跟封锁 马汉觉得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 是撑住了他的国力 海上呢 是一片非常空旷的公有地 没有办法被人为所格局 所以经济的活动呢 在海上的运输效率呢 就远远比陆上层层的关卡跟阻挡有效的多 所以一支强大的海军 就可以让贸易已经殖民地资源的输注输入呢 更有效率跟快速 更容易封锁跟破坏敌国的贸易 所以谁控制了海洋 谁就控制了世界 制海权非常的重要 而稍晚呢 在1920年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位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 麦金德呢 是一个英国的地理学家跟战略家 他提出了就地理来看 这个世界上其实是由几个大岛所形成的 他称为世界岛 非常重要的世界岛呢 有欧亚世界岛 美洲世界岛 非洲世界岛 欧亚世界岛呢 是当时非常核心发展 文明非常高的一个世界岛 而他认为欧亚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呢 就在当时俄国的这一个很核心的范围里面 而他说呢 谁控制了这个心脏的区域 谁就控制了欧亚世界岛 就能够控制整个世界 而当时最进步的交通工具是铁路 铁路如果能够铺设在欧亚大陆的范围的里面呢 这些拥有铁路的国家呢 就能够主宰整个欧亚世界岛 进而主宰世界 所以他主张呢 当时的德国跟俄国 是很可能拥有心脏地带的国家 英国跟美国需要联合起来 跟东欧的几个民族呢 一起来阻挡德国跟俄国拥有这个心脏的地区 所以路权论大大的高涨 有人说呢 这个理论后来间接地造成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其实总结来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成是一群路权的国家 跟海权国家彼此的争霸跟对抗 而后来大家慢慢地发现 制空权也非常的重要 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关键的战役 就是珍珠港战役 日本的空军呢 偷袭了珍珠港 这是美国第一次本土遭受到攻击 美国之前呢 是采取了比较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 但是珍珠港事变呢 让美国决定参战 在亚洲的部分最后呢 空投了两颗的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亚洲就结束 从这时候开始 制空权就开始主导这个世界 而冷战时期呢 美苏更是对空军的建造呢 非常的琢磨跟用力 各国也是如此 而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 有人称为海湾战争 又是制空权的一个战争典范 美国派空军呢 大量的轰炸了伊拉克 而在大量的制空权的底下呢 陆军跟海军呢 就全面的崩溃了 美国就很快速的赢得了这个战争 大家得到了一个结论 制空权是一个可以压制 陆军跟海军的优势的战力 而很有趣的 到了20世纪末 太空的制空权 又成了一个火热的新话题 1989年的时候 有一位柯林斯接受美国国会的委托 出版了一本书籍 叫做未来50年的军事太空武力 他这里透过天体力学的L1到L5 提出了很重要的战略概念 在两个大型天体之间 比如说太阳跟地球之间 或者是地球跟月亮之间 总共有五类的地点 L1 1 2 3都是不平函的点 也就是说它的运行会掉出轨道之外 而L4跟L5是稳定的平衡点 也就是说L4跟L5两个大物体之间 它是等边三角形的顶点 也就是在地球跟月亮之间 可以让物体在这一个位置上面 很稳定的运转 不用耗费非常大的能量和资源 柯林斯提出了 L4跟L5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高点 如果能够占到L4跟L5的制高点 就占到了太空战争里面非常关键的地位 而这几年人类的发展 都走向更高跟更远的范围 贸易跟军事都走上了太空 一些商业的利益 包括6G的通讯网络都走向了太空 太空的主导权呢 开始成为下一代巴族的必争的舞台 而在太空的争霸里面 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就是太空站 太空站呢 是唯一可以让人类 长时间的停留在太空的一个空间了 所以不管是在科学方面的实验 或者在军事方面的一些活动 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 发生一个极大的效果 苏联呢 是第一个发射太空站的国家 它的太空站呢 只有一个舱 能够容纳非常少数的人 在1986年的时候 这个太空站已经出役了 而和平太空站呢 是苏联后来又发射上去的一个太空站 后来归属于俄罗斯 在2001年的3月呢 因为经费有限 设备又已经老旧 决定出役 最后碎片呢 掉入了南太平洋 而目前世界上呢 只有一个太空站 是由美国NASA所主导建立的太空站 称为国际太空站 而当初呢 在建造的时候 因为费用非常的庞大 所以由美国召集了16个国家 所联合筹资组成的 这个国际太空站呢 是一个多仓式的太空站 像积木一样可以组合起来的太空站 太空站上可以执行 各式各样重要的商业的用途 跟科学的实验 以及军事的用途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太空设施 而且它非常的具有策略性的意义 那中国在太空站的参与状况是怎么样呢 这里要跟大家谈一谈 中美之间的爱恨情仇 这是一段被排挤的故事 因为当初呢 建造这个国际太空站的时候 中国要求要加入在这个行列当中 但是美国认为 有许多军事的情报跟资讯 会在这个太空站当中发生 所以拒绝了中国的参与 但是中国就放弃了吗 并不是的 在1992年的时候 中国就公布了三步走的太空计划 第一步是能够发射载人的太空船 进入太空 进行一个初步的太空方面的探索 这个由神舟五号 神舟六号已经完成了 而第二步呢 是多人多天的太空飞行 这包含了太空人能够出舱完成一些任务 以及太空船跟太空船之间的对接的技术 还有发射太空的实验室 而天空一号 神舟八号九号十号 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而第三步就是非常关键了 就是要建造太空站 能够在太空呢 有一个长期的有人的一个技术 而这将透过长征五号的火箭 以及天空二号神舟十一号陆陆续续的参与来完成 神舟太空船呢是载人的太空船的系列 而长征是火箭的技术 如果这些细节呢大家有兴趣 我们会再拍一集来为各位来做介绍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火箭是把整个器材带上去的一个推进力 而上面的太空船呢 是实际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单位 而最近跟太空船相关的长征五B的火箭呢 试飞成功了 它是一个短程的爆发力强推进力大的火箭 它能够把载物呢 载到滴滴的轨道上面 这个滴滴的轨道我们在上一集有深入的介绍 这个轨道呢就是能够建立太空站的高度 所以中国计划呢在2022年左右要进行11次到12次的飞行的任务 陆陆续续在滴滴轨道上面建立起太空站来 而且建立起大型的太空实验室 估计是在100吨以上的规模 可以同时在三个人在太空当中 而且它也是具有扩充性的 像热高积木一样可以许多的太空船相组合成为这个太空站 估计呢可以运用10年以上的时间 而有趣的是呢 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国际太空站 将要在2024年除役了 除役以后中国的新的太空站 将会是人类唯一运行在太空中的太空站 这样太空的优势形势就完全的逆转 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宣布 他们要与中国合作 一起来发展太空站的计划 这势必又要引起一波中美的科技太空大战 还有人说呢 中国之后还会再发射一个光学舱 跟太空站一起呢共轨的来运行 而这个光学舱事实上是一个比哈勃 更加强大的太空望远镜 能够更强力地观察太空里面的状况 而美国方面到底在做什么呢 美国为什么好像没有后续太空站的计划呢 美国并不是没有计划 但是可能关键在于美国太过轻敌 而中国很高速地赶上了这个进度 而美国的想法呢 是太空站这个太空的区域 应该要走进商业化 由于太空任务太花钱了 由政府单单的负担呢 可能非常的沉重 所以进入商业化之后呢 所有的资金进来 会更容易地快速跟多元化来执行太空的发展 所以就像最近的SpaceX 它在商业化呢 已经接管了许多在太空中的技术跟任务 美国就是打算要朝商业化的发展 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来做许多太空的工作 但是也因为这样 美国目前并没有很具体的太空站的计划 所以在世界进入了太空全的时代以后 太空科技的实力呢 将会主宰了国力 我们势必会看到太空越来越热闹 而科技站跟角力站呢 会越来越精彩 2024年之后 会只有中国拥有太空站 在如火如荼的太空大竞赛里面 未来到底会不会大翻转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你喜欢我们这一次的节目 欢迎你订阅 按赞 分享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研究 来分享 我是保罗纽顿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